终于找到一个地方停车了 这是一个正规的一个路边停车位 出去看一下 今天呢我就准备住在这里 就住在路边 这边是没有卫生间的 我刚才看了一下地图 这里距离最近的卫生间有800多米 其实800多米还好还行 只要是不拉肚子 其实是没啥问题的 就怕拉肚子 为啥呢 咱们有句俗话就咋说的呀 憋尿行千里 拉膝寸步难行 是不是 这上面呢是个公园 叫做赵树里公园 和我一个姓 咱去公园转一下 走 这边呢是赵树里微学馆 看一下 门是关着的进不去了 去逛一下公园吧 上面是牡丹还是菊花呀 看不懂啊 咱继续往前走 我现在呢准备去进城的南大街 南大街呢是进城的一个美食街 我还没吃饭呢 去那边吃点东西 然后再进城稍微逛一下 然后就可以回来了 这里呢距离那个南大街呢 只有四公里啊 我准备走过去 看一下这就是卫生间啊 我停车的地方距离这个卫生间是最近的 然后 只能在这里上卫生间 这是文昌西路 这边呢是景西路 进城白天还可以 晚上挺冷的呀 我准备今天晚上吃面啊 来三西拉不吃面 天里难容的 我今天呢有两种选择 要么吃刀削面要么吃荷乐面 这是新华巷 路边挺多卖吃的 这还有荷乐面 刚才呢就有一个卖荷乐面的 主要是人太多了 然后再玩再等一等吧 现在才六点多 我不是很饿 现在呢走上来了一个过街天桥 这边呢是黄华路 这边呢是红星路 这是盛亚广场 前面好像是个步行街 过去看一下 哎就是一个步行街啊 这里呢叫做义后步行街 前面是卖小吃的 这边挺热闹的呀 看一下这边都主车了 前面应该就是南大街了啊 这边还有一个公园呢 到南大街了 走一圈啊 看啊有啥好吃的 人真多啊 中间走不动 我走边上了 这边是卖衣服的 它的街还挺长的 人多不多兄弟们 看一下它的建筑风格 也挺漂亮的 是不是 这边呢就转出来了 过了马路就是北大街了 现在南大街逛完了 现在准备找个地方吃饭 回我的飞渡小床车了 走一下他们的小街巷 我就回去吃那个和乐面吧 往回走 在山西吃面 都是有面汤喝的 冬天喝热汤太舒服了 山西的和乐面 和我们河南那边不一样 吃着也挺好吃 饭吃完了 现在回飞渡小床车 走 哇我是骑贡享单车过来的 回来了 现在又到了赵树里公园了 这边有个卫生间 我准备在这边上个卫生间 然后再回飞渡车里 哇太冷了 真冷啊 这天真的骑电容车不好受 现在呢已经回到我的小床车里了 然后看一下 这就是我的小床 这是一个被啊 虽然是不冷的 挺厚的一个被 被背着 今天晚上就在这睡了 然后开的天窗 还有点亮啊 看一下 这窗户上用的是遮阳挡板 大风玻璃也有 外面几乎是看不到里面的 这是在网上买的 现在我已经躺床上了 不是躺床啊 躺 躺被窝里了 它这里晚上挺冷的 进城 然后在被窝里躺的 我是能躺平的 然后不顶脚也不顶头 正好啊 所以说飞度床车呢还是可行的 还挺不错的 准备在被窝里玩玩手机 然后就睡觉了 再见兄弟们明天见啊 现在呢 是早上了 八点钟已经睡醒了 它这挺冷的 晚上 比我们河南冷 现在也就 你看一下 现在又三度左右的样子 哎呦 看一下外面 准备起来了 现在呢 已经起来了 被子就不用跌了 放着就行了 然后看一下外面啊 哎呦 今天有太阳的 是吧 这就是我昨晚停车的地方 现在我准备去 上个卫生间 走吧 进城的早餐 好像是那个 牛肉丸泡方便面 所以呢 今天准备品尝一下 现在准备去进城城区 玩一天 不准备去别的地方 今天准备去进城博物馆 还有那个 白马市公园 还有那个司徒小镇吧 这三个景点呢 都在进城城区呢 这上面呢 就是赵树黎公园 昨天晚上已经逛过了 今天早上就没走到上面 它有点像城墙是吧 是 说这边像城墙 对面也像城墙 是吧 前面就是卫生间 走 现在呢 已经方便完了 现在去找个地方 吃早餐 吃完早餐呢 就开启 我的进城区日游了 还真是啊 越往北越冷 就是我们河南 就没有这个三心冷 我现在睡在车里 一点都不老 路对面好像有一个卖牛肉丸的 就在路对面吃吧 我没有在那家吃 那家人挺多的 找个人少的随便吃点吧 它这还有24小时的一个自住图书馆 一般这些小街巷里面 会有这种早餐 这就是牛肉丸泡方便面 也可以只是牛肉丸 不要方便面 早餐已经吃过了 现在开启我的进城医日游 下次见 兄弟们